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说不要就是要女的 就大方那么点 然后男生就收拾一点 这题超棒的 我没谈过恋爱 学生要时不时撒个娇什么的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撒个娇爱 真的 男女同家就说看脸 长得帅就痛啥 我还没领悟到这个妙招 我没有恋爱妙招 我只有每天一个分手绝招 长得好胖 基本上90%以上的人都没有找到什么 我不配指导 撒娇呀 互相撒娇 看谁撒过去的 就互相撩 先撩她了 撩天了 已经撩到了 先搞定她的室友 最方便 摸屋头沙 还有深情对视 相互模仿吧 用墨风去 比较阳光好一点 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流 如果两个人都是比较沉默的话 就交流起来也会不便宜 对于像我这种油腻人而言的小说话 不算是吧 多往他身上花钱吧 如果说多喝热水的话就肯定是绝杀了 把自己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拉过来 嘿 学弟或者学妹 是我男朋友心里暖得一皮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也不至于达身这么多年 看别人谈恋爱的时候 她对象想要减肥 她对象就会嘟嘱她每天吃一碗米饭 而且第二天还会跟她一起去穿跑 勇往这钱和赞美吧 病情故纵 因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行动里毕竟空口白话 不如行动来的真实一些 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 最好的旅婚不是买的 是自己做的 收写信都比自己买的好 男女朋友应该买个青女装什么 挺有仪式感的 有时间吗 有时间洗净出来 烂一下什么的 一定要好好打扮 一定要带她去吃个好吃的 好醉 就是给现在聊的比较暧昧的 然后有一些话 下娇吧 我觉得不管对男对你都挺好使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会学现一些PUA和杀猪牌的形象 所以我们大学生呢 就要擦亮自己眼睛 防范好一些炸汉和炸头 对自己好一点 如果是女生的话 就是直接爬 说你很漂亮 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 就会跟大家说 很喜欢穿一包 陌生人吧 一般都是先从外表来 看到一个人 所以说都是从外表来 把自己收拾干净 来协议 尽量出现在喜欢人的面前 在他面前换牌 每天送温暖吧 要让对方感到安心 随时随刻和对方 回报自己要干什么 尽量多找机会 和对方在一起 多陪伴一点 你要跟自己喜欢的异性 多聊一些 或跟他说早安晚安 反正就是一句话 有一张会用话的作用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信任 因为我跟我女朋友 现在是一弟 因为我们彼此信任 她给度我安全感 我也给度她安全感 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非常好的状态 我感觉如果是 两个真心喜欢的人 在一起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 追一个人的话 你可以在他 经常出现的地方 假装偶遇 跟他搭讪 经常这样就 会让他记住你 理解吧 可能当时 你先认错 但是在认错 之后 我感觉 两个人应该 要不说 如果说是认错 如果说是认错 这个应该是 一个很重要的妙子 方方一点的话 能够说是 成大的知识图备了 然后足够的思想是做的 但是 那两个人交往关系的话 那肯定还要发挥 两个漂亮的精神吧 然后再加上一点 甜言蜜语啦 花言巧语啦 然后再加上一些 足够的物质基图 这不就拥有甜言的恋爱了吗 只要你用真心对待他 他就会真心回报你 这就是我的恋爱秘籍 能谈到恋爱吗 收看下来 Shift 谢谢观看